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对不是一般的鬼祟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它一定是有一定到行的 否则是不敢向我靠近的 一声怪叫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愣了一下 还没有搞明白这是什么声音 就听到呜呜呜的叫声连成了一片 我仔细一看 在那双眼睛后面出现了无数个绿油油的眼睛 不过这些眼睛没有那双飘在空中的眼睛那么明亮 距离地面三四尺高的地方 我心里面就是一惊啊 顿时明白的 这是一群恶狼 就在我一冷神的功夫 忽然是狂风大作 飞沙走石 飘在空中的那一对绿油油的眼睛 随着一阵狂风呼啸而至 我抬头一看 除了那一对有如闪电般的绿色眼睛 还有一双白毛爪子 我大车一惊啊 瞬间一味 躲开了那怪物灵里的一击 那怪物一击不中 仰天咆哮 我才发现那是一群白狼 它和普通的狼不一样 浑身没有一根杂毛 一袋人立起来 至少有两米左右 它一击不中 后刷在地上轻轻地一顶 就闪电一般的向我扑了过来 速度之快 让人是目不暇接 如果放在半年之前 我肯定是躲不开 这致命一击的 但是此刻 我一念一动 就换了个位置 让这只白狼的攻击 再次落空了 这次 白狼前两次都没有成功 猛人的把头一摆 一个狼头 忽然变成了三个狼头 刺着獠牙 争鸣无比 它一声嚎叫 腾孔而起 向我扑了过来 又是一阵的 飞沙走势 我抬头一看 空中全是毛茸茸的狼爪 乱七八糟的 也不知道有多少狼爪 左右开弓 四面八方的 向我头顶 就抓了下来 我见白狼 来势凶猛 如果不尽快制服它 恐怕难以对付 不等它 挡头照下 我口念米舟 一念一动 就消失不见了 等它一抓抓弓 从空中落下的时候 我忽然出现在 它的身后 把全身春阳钢器 凝聚成一脚 猛人的 一脚从后门 就踹了下来 这一脚 犹如是 泰山压顶 只听得 那白狼 凑破急防 一声惨叫 几乎一脚 被我踩扁在了地上 我知道 这只白狼 不好对付 立刻 一手掐掘 一手五指如钩 一把 抓住白狼的后颈 后颈 是大多数动物的致命若天 只要掐住它的后颈 灵魂就会被牵制 即便 有所作为 也难以使出来了 所以 猫科动物扑石的时候 是瞄准了后颈 一击而中 使对方 失去反抗能力 我一把抓住 白狼的后颈 希望能够 控制它的灵魂 迅速地 制服这只白狼 因为 这只白狼 应该是狼王 它的身后 不知道还有多少恶狼 那无数双 绿油油的眼睛里 竟是饥饿 贪婪的火焰 不知福这个狼王 这个狼群 就不可能收拾 没想到 我一把抓住 它的后颈之后 白狼是一声怪叫 用不可思议的力量一针 只听得 死的一声响 顿时 眼前白光一闪 我一看 手里面只剩下了一张狼皮 那只白狼 已经退皮而逃了 我知道 这只白狼 已经成了狼妖 没想到 它居然还会 惊颤脱壳之际 我大吃一惊 一个冷身 手里一松 那张狼皮 掉在地上 忽然化成了 一股青烟 我立刻意识到 不妙啊 正想 把那张狼皮 给抓起来 还没来得及反应呢 那股青烟 就变成一只白狼 给逃掉了 卧槽 怪不得 这只妖狼 怎么厉害 连皮毛 都能划心而逃了 我全身戒备 其木死固 同时 左手抓绝 右手用剑指 在虚空中 四竖无痕 同时 口中默念 七门九字绝 启用 临兵斗者中的 冰子诛杀符 随时打算 诛杀这一只 反扑的狼妖 故意的是 那种疯狂的狼妖 已经是无影无踪 而周围 满山都是狼叫 呜呜呜的 嚎叫声一片 我看到满山遍野 都是绿油油的眼睛 心里面 暗暗觉得不妙 就算是 没有这只狼妖 满山遍野的狼群 也不好对付 况且 还有一只 在暗中窥视 随时有可能 向我攻击的狼妖呢 因为 暴力的杀气 并没有退去 说明那只狼妖 应该隐藏在附近 究竟 藏在了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 但是 他肯定不会轻易认输 因为 他是疯狂的 行为 极其的残忍 一旦看到我的破绽 必然会暗中 给我致命的一击 他敢攻击 一个拥有金光护体的修行者 说明他 已经坠入了魔道 要杀死我 并不是 要吃我的肉 而是 要夺取我的命宝 吸收我的修行灵力 为他所用 迅速提高 他的能力 这是 修魔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凭这一点 我就应该体贴行道 灭掉这只狼妖 但是 这只狼妖 隐藏了起来 在漫山遍野的野狼嚎叫声中 我一时难以 找到他的行踪 看来 这只狼妖 不但残忍 而且狡猾 头三招 他没有占到便宜 还差点丢了性命 现在 他把自己隐藏了起来 却不再轻易的出击了 我现在 只能是 一不变应万变 一旦这只狼妖出现 立刻启用 诛杀符 毫不留情的 对他进行诛杀 可是 狼妖没有出现 而漫山遍野的恶狼 却在慢慢的 向我逼近 我看到 到处都是 绿油油的眼睛 嗷呜嗷呜的 叫成了一片 也不知道 究竟有多少只恶狼 只叫的是 天魂地暗 阴风惨惨 再加上 整个山谷里面 诡计森森 要多恐怖 有多恐怖啊 这只狡猾的狼妖 不再以身犯险了 而是在背后 督促着狼群 过来围攻我 再用群狼战术 这一招 很是可怕 狼是 最讲究团体作战的 而且 又不具死亡的 拼搏精神 以我的能力 即便可以 徒手灭掉七八只狼 但是 对上整个狼群 却是毫无影响 不但不能够 吓阻他们 反而能够 激起他们 疯狂的反扑啊 所以 我最头疼的 不是这只狼妖 而是 这一群恶狼 当然了 如果能打退这只狼妖 这群恶狼 也就不攻自破了 这只狼妖 就是这群恶狼的 精神灵魂 归根到底 就是这只狼妖 在作怪的 看着 满山碧野的野狼 向我围攻过来 我急出了一身冷汗 就在我心思游动的时候 有几只贼溜溜的眼睛 闪着绿弓 悄悄地向我扑了过来 此刻 我高度戒备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见几只恶狼 打算偷袭我 立即冷哼了一声 找死 手掌一晃 兵字符 已经出手 只见 白人翻飞 血光一片 几头恶狼 同时发出了惨叫 那几只恶狼 轻可见 也就毙命了 就在我 驱杀 突袭恶狼的时候 一声怪叫 伴随着 一阵狂风 呼啸而来 我抬头一看 空中一个 三头八爪的白狼 刺牙咧嘴的 向我 扑了过来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 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浅水鱼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狼腰出现 就在我 出手 对付恶狼的时候 他促然的 对我发出了 凌厉的攻击 他不愧是 一只有 较高智商的狼腰 直到把我火候 还有抓住斩机 趁我 出招对付狼群的时候 忽然出击 打算一招 把我置于死地 我抬头一看 这只狼腰 疯狂至极 满天都是狼爪 铺天盖地的 向我抓了过来 我操 这也太厉害了 我根本就来不及思考 立即是 手蚓一抖 采用冰字符的 朱砂印 向他斩了过去 直接 一道白光一闪 那只狼腰 被我斩成了几块 没有流血 却是 瞬间化成了几只白狼 继续地 向我攻击过来 实在是 故意至极 我不敢大意 紧急着 又是一道 冰字符 就斩了过去 一道白光过后 什么也没有斩到 那几只白狼 忽然腾空而起 在空中合体 又形成了 三头八爪的狼腰 这只狼腰 实在是太疯狂了 而周围的狼群 也没有闲着 他们 把包围 全不断地缩小 不时 有野心的恶狼 修着鼻子 试图向我 发动攻击 天上 有狼腰窥死 地上 有狼群围攻 形势对我是 极为的不利 我立刻 变换手印 林字符一出 把纯阳之气 聚集在剑纸之上 向周围 虚化一圈 口中 默念奇门 九字诀 只听 轰的一声响 周围出现了 一道火圈 在我的周围 形成了一道防火墙 那些绣着鼻子 试图攻击 我的野心恶狼呢 突然见到 周围起了一道火墙 顿时吓了一跳 连连地 后退好几步 不敢 再贸然向前了 这道火墙 暂时阻止了地面上 恶狼的进攻 但是他们仍然不肯散去 在火墙外面 把我团团围住 而天空上 那一只狼腰 则是变幻莫测 忽动忽息 不识带起 阵阵的狂风 试图扑灭 我的纯阳之火 一个人的能量 是有限的 我在周围 升起了一道火圈 完全是以 消耗自身的 纯阳之火 为代价的 这只狼腰 似乎已经看到了 我的弱点 他并不急于 向我攻击 而是在空中 飘忽不定 让我是疲于应付 跟我打起了 消耗战 他知道 我消耗不起 等我的 鸳鸯之火 消耗尽了 不用他动手 他的狼族子民 就把我给收拾了 狼腰的狡猾 抽出了我的想象 我绝对不能 让他的如意 算盘打成了 必须在 有限的时间内 把他给解决掉 否则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 怎么解决呢 这只狼腰 倒行不浅 我没有想到 他怎么强大 冰字符 居然诛杀不了他 把他解体 成几块 也没有什么用 他居然 还可以合体 要想彻底 灭掉这只狼腰 只能是摧毁 他的灵魂 要摧毁 他的灵魂 非用雷掌不可 我急忙是 手抓雷掘 集成了 五雷手印 口中默念 雷法秘咒 把五脏之气 化为五神之雷 与天地 虚空之神 合二为 随即大喝一声 武器朝圆 道法无边 兽斥雷霆 妖孽现行 替天行道 五雷正法 念完雷咒泄雨 一掌 向空中的狼腰劈去 直接 掌心一道刺目的白光 急射而出 只听得 轰隆一声巨响 一道晴天霹雳 冲天而起 空中传来 一声 撕心裂肺的惨叫 我还以为 把狼腰给劈下来了 天空中 一团翻滚的黑云 正在向北逃去 不好 可能是 狼腰忽动忽息的 没有固定目标 刚才的雷掌 没有完全击中他 只是把他给打伤了 他居然 还有能力逃走 不行 绝对不能让他逃走 如果 这次让他逃了 等于帮他 度了一次雷劫 反而会 功力大声的 我立即大喝一声 道法无边 雷霆追击 立即 挥掌向那团逃逆的乌云 就劈了过去 劈吧 随着一声 晴天的霹雳 一道刺目的闪电 击中那团乌云 只见乌云死散 坠下来一团 燃烧的烈火 狼腰已经 被雷电给击中 从空中 就掉了下来 砰的一声 掉在离我不远的坟球上 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直到那团烈火 把狼腰烧成了黑炭 才逐渐的熄灭了 这时候 我才发现 满山遍野的狼群 已经销声匿迹 不知道何时 已经逃得是干干净净了 峡谷里面 鬼气四散 充满了淡淡的火药味 我知道 这是纯阳雷火 给峡谷里面带来了 安静和祥和 不管这座峡谷里 有多少座坟营 那些守木鬼 进到这种情景 都得乖乖的 躲进坟墓 不敢在外面游荡了 我心中安息 不仅仅是 因为除掉了狼腰 而是 因为我刚才 连发两个雷掌 而且发的是 德行应手 说明我的雷法 又进了一个新的层次 不再是 一次只能 劈一掌的 初级雷法了 而是进入了一个 中高层次的 雷法级别了 使得 我的五雷正法变得 具有了实战的意义 因为 初级雷法 一次只能发一掌 弄不好 还把自己给震得 五脏出血 能够连续发出 两掌的人 至少已经进入了 中高级别的雷法 因为 没有修炼成真神之前 能够连发五掌 就已经是极限了 我非常的兴奋 因为我的雷法 进步很快 折腾了一夜 已经到了五经时分 扬起箭声 引起消退 加上刚才 批出了两级雷掌 峡谷里面 一片的安静 我已经没有了 半点的距离 此时此地 正是练功的大好时机 跟随一屁股 坐在坟丘上 练习天人合一 坐当天命 很快的 我就进入了 望我境界 说实在的 这种 消除了煞气的 阴地气场 非常适合练功 没有比这里气场 更加强大的 阴地气场 即使是一座城市的墓园 也比不上这里的气场 真是一个 练功的好地方呀 也不知道 坐了多久 正渐入家境 忽然听到周围 一阵轻微的 嗖嗖之声 是衣服 在空中飘荡的声音 月情师妹 你猜那个小子 会怎么样呢 是一个 少女的声音 我一听 这声音有点耳熟啊 正是月真道长的 女徒弟月灵的声音 哼 你想啊 这里可是有名的 万鬼谷 她又被我们 毙了法术 肯定被鬼根玩了 另一个少女 坏坏地说道 我一听 心头火起啊 这个坏坏的声音 不是别人 正是我的 冤家对头 月情 但是 我忍住了 没想到这里 居然是万鬼谷 怪不得 差点要了我的命呢 我想看看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依然闭着眼睛 没有动 咦 怎么不见那小子了 他不会死了吧 月灵有些 担心的问道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放心吧 他死不了 你别忘了 他可是 秦堂堂主 没那么容易死的 月经是 蛮不在乎的说的 那也不一定啊 咱们不是 逼了他的法术吗 他就和普通人一样 扔在这 大兄之地的 咱们是不是 玩得太过了呀 他真的会不会死呀 月灵是 忐忑不安的说着 不会的 那小子的功法 我看出来了 确实是 有两下子 你还真以为 他是窝囊费呀 不过 昨天晚上 他肯定出丑了 哼 即使是 有天大的本事 也使不出来 咱们今天 就是来看笑话的 月经说到这里 忽然想起了什么样 话锋一转说 哎 你是不是 看上那小子了 怎么处处的 为他担心呢 你才看上他了呢 要不 你怎么处处和他为难呢 还往我的身上栽赃 哼 我看哪 你这是一种 另类的表达方式 月灵是 伶牙俐齿 毫不相让 是你喜欢 我才不喜欢 那臭小子呢 月经 极力的争辩 是你 是你 还是你 月灵咯咯咯的 笑了起来 四丫头 欠打 月经 趁怒 两个姑娘 笑着打闹了起来 我悄悄的 听着两位姑娘的对话 心里面 那就好像是 吃了蜂蜜的欢猪一样 那是偷着乐呀 两位姑娘 打打闹闹的 一路向我这边 就跑了过来 不一会儿 就来到了我的跟前 某人见到 我正坐在坟丘上 闭目打坐 顿时 一下子惊呆了 你你你你 你怎么坐在这儿 是不是 中邪了 大概看我的模样 太过怪异 顿时 把月灵吓得 结结巴巴 还以为 我中邪了 因为 一个正常人 怎么会坐在 坟头上面呢 我正练功呢 被你们 叽叽喳喳的 给打扰了 我黑黑一笑 睁开了眼睛 震起来 舒服的伸了一个懒腰 慢慢地走下坟头 练功 你刚才 是不是偷听我们说话 月灵说到这里 坟嫩的脸蛋 一下子变得通红 月轻的脸 也是羞得 面红耳赤 尴尬的 一时间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哦 没听到呀 真的没听到 我两耳不闻 身外事 一心正在练神功啊 我是一本正经的回答 你在练神功 月轻迅速地 镇定了下来 一脸好奇啊 是啊 你没有看到吗 月轻上下的 扫了我一眼 不怀好意地说 哼 你是不是 昨天晚上 练蛤蟆功 把指头给咬烂了呀 是不是 放了血啊 把指头拿出来 给我看看 月轻以为 我昨天晚上 咬破中指 放血呢 才能破纱 解了威 所以 只要看看我的中指 出我的丑 我怎么会咬指头呢 你以为 我是神经病啊 我伸出双手 在他面前晃了晃 月轻不服啊 一把抓住我的双手 仔细看了看 发现我的双手 确实是完好无死 那 你一定是把舌尖给咬烂了 月轻看着我的嘴说 那 你要不要 看看我的舌头呀 我直接 把舌头伸得老长 哎呀 恶心 月轻嘴里面说着恶心 可是眼睛却是紧盯着我的舌头 发现我的舌头 完好无损 多人是 是有点两眼瞪得溜圆 不是吧 你运气这么好 难道你什么都没有遇到 昨天夜里这里 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黑黑一笑啊 哎呀 昨晚呢 昨天晚上 这里可热闹了 大红灯笼 高高挂 灯火辉煌的 还有人请我下棋 还有亲戚小姐温酒找我喝茶 玩的是不亦乐乎啊 啊 真的 月轻和月灵听得是直皱眉头 当然真的了 我咧咧嘴角露出了一丝高傲的微笑 后来呢 月轻忍不住 又向我问道 后来啊 后来更热闹了 好像有个什么大官出巡 前呼后拥 浩浩荡荡的 我笑嘻嘻的说道 两位姑娘一听 脸都白了 继而脸上 渐渐露出了钦佩之色 月轻又问 再后来呢 再后来 就是一对绿油油的眼睛 闷声遍野的狼嚎啊 我微笑着说着 狼腰都来了 月轻是一脸的惊讶啊 嗨 你以为呢 还真的来了 狼腰没怕你怎么着吧 月轻是一脸紧张地看着我 废话 狼腰如果把我怎么样了 你还能看到我吗 我瞪了她一眼 月轻调皮的一笑 嘿 那狼腰呢 狼腰啊 被我给劈了 在前面坟头上扔着她 两个姑娘一听 吓了一跳 大着胆子 到前面坟头上看了看 果然呢 发现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就好像是被烧焦的木炭 但是外形轮廓 依然是像一只狼啊 两位姑娘看到 被雷火烧焦的狼腰 两眼瞪得六圆 在他们看来 这简直就是匪备所思啊 哇 小兵哥 你真厉害 怪不得昨天晚上 我听到反常的雷声 原来是你啊 月轻一脸崇拜地看着我 就好像是看到了真神一样 竟然改口 叫起了小兵哥 我冷喝一声 沉着脸说 嘿 还小兵哥的 差点 你就没有小兵哥了 嘿 开个玩笑嘛 就知道你没事 所以 给你带了好吃的 月轻从背后 拿出一个包袱 解开一看呢 里面居然是 一个饭盒 吃吧 山菇炒米饭 庆祝你 为这里 除了遗憾 我打开饭盒一看 还是热气腾腾的 散发着一种 特有的山菇的清香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呢 我只吃了两个馒头 喝了一碗稀饭 现在 确实是饿了 于是 也顾不得斯文 当着两位姑娘的面 狼吞狐咽地吃了起来 小兵哥 你知道不 这叫万鬼谷 整个山谷里面 全是坟墓 大白天呀 都有鬼魂游荡 如果你白天在这里 看到有人 那绝对不是人 千万不要搭理他呀 月清是 煞有其事地说着 所以 你们就欺负你小兵哥 毙了我的法术 把我扔到了这儿啊 我被他们 坑成这样 本来是 逼了一肚子气的 见他们 为我送来早饭 我又不好发作 但是心里面 还是有点不平衡 月清 笑嘻嘻地说 就是给你开个玩笑嘛 你还当真了 小兵哥 你知道不 这万鬼谷 可是我玄月冠的屏障 属于是 我们的政法之一 玄月冠 之所以 能够与时隔绝 这个万鬼谷 可是帮了大忙的 外面的人 如果想要进来 根本过不了 万鬼谷这一关 你连万鬼谷 都闯不过去 那你 也不配 跟我们玄月冠交往啊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渝 由慕斯维 为您播讲 听了月清的话 我是暗暗心情啊 抬头 向万鬼谷看去 其道晨曦 破雾而出 透过树林 照进万鬼谷里 万鬼谷内 烟雾弥漫 万象丛生 大大小小的土壘 还有坟丘 成层叠叠 一望无尽 坟丘上 雾气鸟鸟 似乎笼罩了 无尽的怨气 即便是在清晨 也让人感到 惊心怂目 诡异莫测 万鬼谷 是你们玄月镇的 镇法之一 好大的手臂啊 月清的话 卓实是让我 大吃了一惊啊 利用万鬼谷 这么庞大规模的 坟墓布针 真的是 害人听闻 这算什么 我们还有 更加厉害的镇法呢 玄月冠 可不是什么人 都能来的 当然了 要不这些厉害的 镇法嘛 月清不以为然的 对我说道 哦 除了万鬼谷 是你们 玄月镇的镇法之一 那 还有什么镇法呀 哼 不告诉你 你问这个干嘛 月清是 十分警惕地看着我 我看着山谷中 密密麻麻的 坟球说 不会 是你们玄月教的人 为了不正法 把山谷里的人 全都杀了吧 这 胡说什么呢 月清瞪了我一眼 那 为什么 这山谷里 会死这么多人呢 月清听了 没好气地说 这是我们 玄月冠葬的 一鸣 明白吗 这么有功德的事情 被你说得 这么邪恶 一鸣 什么意思呀 一鸣都不懂 真笨 就是 这些人死了 没有人埋 是我们 玄月教 帮他们埋的 怪不得 这些坟球 这么简陋 也看不出 是什么朝代的事情 原来 是这些 女道士们埋的 这里究竟 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一下子 死了这么多人 我看着 峡谷里面的 累累坟球 感到是迷茫不解 听师父说 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月清向我 讲起了万鬼谷 之前的故事 原来呢 万鬼谷 并不叫万鬼谷 而是一处 世外桃源 这一座峡谷里面 住了两大族姓 一族姓吴的 一族姓张的 两族 共同拥有 这一座山谷 种田打猎 和谐相处 世世代代 住在这条峡谷里面 没有出过什么矛盾 虽然说 是一座峡谷 但是一度的 非常的繁华 后来 张姓宗族 出了一个当官的 每次回来的时候 都是前呼后拥 浩浩荡荡荡 十分的威风 所有的人 都得回避 张姓宗族的人 夹道相迎 高兴得不得了 无姓的人 就得退比三舍 心里面总觉得 少了些什么 两族平等和谐的关系 一下子被打破了 小孩子 在一起玩的时候 张姓宗族的小孩 会特别的骄 常常拿这件事 向无姓的人 炫耀一番 无姓的小孩 觉得没什么东西 可炫耀 就低着头 觉得非常的失落 自觉 比张姓的小孩 矮了一头 久而久之 张姓的小孩 就变得趾高气扬 常常欺负 这些无姓的小孩 于是 小孩子之间 就产生了矛盾 小孩子打架 闹矛盾 本来是很小的事情 但是 因为两族地位 出现了巨大的落差 导致两族 出现了隔阂 变得微妙敏感起来 结果 事情是逐步的升级 由两族小孩打架 演变到 两族大人打架 最后酿成了 大的流血事件 双方都死了人 结下了仇恨 无姓宗族的人 在那次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中 吃了大亏 死了很多人 连无姓的老族长 也被张姓的人 给打成了重伤 没几天 就死了 无姓族长 年仅十六岁的儿子 为了报仇 离开了瞎谷 也不知道 在什么地方 学了一种极其歹毒的古术 三年后 回来报复 他等到 那一位当官的 回乡 省亲祭祖的时候 下了毒手 但是因为 这种古术 过于歹毒 下谷之后 孤独在山谷蔓延 完全失控 这两族的人 都是玄月冠的乡客 当玄月冠知道 这两族出了大事之后 已经来不及 阻止这场灾难 这一场 人为的灾难 已经是逐步升级到 无可逆转的地步 最终 导致两族的人 全部死绝了 吴章两大宗族 死绝之后 这一座峡里面 就变得是怨气冲天 杀气不灭 玄月冠 也只好把他们草草的掩埋 因为那些人死状恐怖 冤魂不散 大白天 峡谷里都会出现鬼怪的事情 变成了恶名远迎的万鬼谷 玄月冠呢 也索性 把万鬼谷 变成了玄月冠的一扇屏障 成为了首位玄月冠的阵法之一 要想拜访玄月冠 必须得经过万鬼谷这一关 玄门中人听闻万鬼谷 无不是文风色变 听了月轻的介绍 我心中感慨万千 看着这万鬼谷的身处 依旧是烟雾飘渺 成鸾跌脏 这种脏气不是普通的脏气 而是千百年的怨气 凝结不散 也不知道这万鬼谷究竟有多大 若是没有一定的道行 想要穿越这样一座 诡异莫测的峡谷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座峡谷究竟有多大呀 我看着峡谷深处 问了出来 月轻说 具体我也不清楚了 听师父说 宽约百里 长约千里 繁华的时候 人口上万 所以这些人死了之后 就成了万鬼谷了 我的天 原来这么大的峡谷 住了这么多人 竟然为了一点点小事 都到王总灭族 死绝死尽的地步 太可怕了呀 我看着峡谷深处的脏气 骇然心惊了 月轻说 我听师父说 他们两族的人 违背了祖训 冲撞了神灵 犯了连环煞 从小孩吵架开始 事情逐步的升级 一套连环这一套 最终导致两族灭绝 这是无解的呀 违背了祖训 冲撞了神灵 我感到有点好奇啊 这两族的人 违背了什么样的祖训呢 又冲撞了什么样的神灵呢 导致全部灭亡了呢 月轻说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 据说两族的人 发展的越多 违背了春季禁令的祖训 两族人 在春季打猎的时候 打死了很多怀孕的动物 激怒了山神 于是降下灾难 让两族人中了连环煞 互相残杀 最终呢 灭绝了 哦 你听谁说的呀 我觉得这个故事 有点扯呀 当然是听我师父说的 我师父 又是听我师父的师父说的 就这么慢慢的传了下来 月轻是深信不疑呢 我见月轻说的煞有其事 一脸认真 也不知道这事情究竟是真是假 正疑惑间忽然听到一个阴森森的声音说着 那小子是谁 我心中猛然一惊啊 浑身下意识的打了一个冷战 因为这声音太冷了 不像是正常人说话 忍不住抬头一看 从万鬼谷的深处 走出来一个皮头散发的女人 瞪着一双阴晨晨的眼睛 直勾勾的看着我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浅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吓了一跳啊 因为这人实在是太阴森了 不但声音冷森 连身上都没有一丝活人的气息 就好像是从坟墓里面爬出来一样 月清说 如果白天在万鬼谷 见到有人走动 那一定不是人 难道此人是鬼吗 想到这里 忍不住看了月清一眼 发现月清吓得是脸色沙白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旁边的月灵也是同样的状态 奇怪呀 难道真的是大白天见了鬼吗 这两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丫头 也吓成了这样 我有仔细看了一眼 那一位皮头散发的女人 她头发花白 乱蓬蓬的头发 几乎把整个脸都给挡住了 露出了巴掌大的一小块脸皮来 还是皱皱巴巴的 一副老婆的模样 倒是两只眼睛在花白的头发里面 闪着悠悠的冷光 怪不得把两位姑娘吓成了这样 站住 老鬼 大白天的也敢出来霍乱人间 我冲着那一位皮头散发的老巫婆吼道 嗯 那位老巫婆冷横一声 显得是十分的危言 把头发猛然一甩说 你叫我什么 我吓了一跳 一呢 是因为她的样子很是恐怖 二是没有鬼魂敢这么和我说话的 她居然敢在我的面前发威 大的 老鬼 还不快快退下 我一手抓绝 一手握成剑纸 猛人的一肚刚补 威慑说道 呵呵呵呵呵 那个老巫婆 忽然发出了一阵的怪笑 听得人是毛骨悚然的 你以为我是鬼吗 老巫婆忽然停止了笑声 忽然是冷森森的问道 你 你难道不是鬼 我猛人被这老巫婆一声鹤吻 顿时吓了一跳 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 我心生疑惑 不知道这老巫婆究竟是什么东西 忽然看到有人在拉扯我的衣服 回头一看 原来是月经 他吓得花容失色 冲我是连连白手 不停地使着眼色 轻声说 笨蛋 他是我师叔 啊 这老巫婆是他的师叔 怎么可能呢 这么老 怎么可能是他的师叔呢 我一下子愣在了那儿 小子 瞎了你的狗眼 居然敢把我当鬼 老巫婆用阴森犀利的目光看着我说着 前辈 你 你这个样子的确 放肆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老巫婆一声立合给打断了 我硬生生的把像鬼这两个字憋进了肚子里 连忙的 改口说道 是我眼下 晚辈 有眼不知太深 你是怎么进来的 擅闯我万鬼谷者 死 老巫婆看着我 冷森森地说道 师叔 它是师父带来的 现在就送他出去呢 月经是 陪着小仙说道 是的 是的 是师父带进来的 月灵也是 急忙俯合 两位姑娘一边敷衍老巫婆 一边推着我说 快走 快走 师叔 您老慢慢溜弯啊 我们先走了 月亲和月灵 拉着我 飞快地向深处走去了 我听到 那位老巫婆 仍然在背后嘀咕 你师父带进来的 哼 我忍不住 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 那位老巫婆 已经是无影无踪了 顿时 心生疑惑 哎 你师叔 怎么又不见了 他怎么那么老啊 你可千万别惹他 实际不能说他老 他脾气古怪 神出鬼没的 你惹了他呀 就出不去了 月经向我警告 月经和月灵 带着我 走了大月夜里多路 然后对我说道 小兵哥 一直往外走就行了 我们就不送你了 尽量在天黑前 赶出万鬼谷 否则 你就有麻烦 我微微一笑啊 放心吧你们 回去吧 我昨天晚上在万鬼谷住了一晚 还怕有什么麻烦呢 月经看了我一眼 欲言幼稚的说 反正你要小心 我向他们挥了挥手 转身大步的向万鬼谷走去了 说实在的 昨天晚上 我是不知道实际情况 并不知道这个峡谷叫做万鬼谷 所以是以晕胆大 今天知道情况之后 心里面反倒有些发虚 但是在两位姑娘面前 我不能表现的太过窝囊 因为昨天晚上的表现 无疑折服了这两位姑娘 我得把我的光辉形象给维持下去了 于是我挺着胸脯 迈着坚定的步伐 头也不回的往前面走着 我要给两位姑娘留下一个完美的男子汉的形象 走了一阵之后 我偷偷回头一看 那两位姑娘早就不见了 卧槽 这两个小丫头跑得比兔子还快 既然美女都不在了 我还装给谁看呢 跑啊 我是撒腿就跑啊 月清说 万鬼谷百里宽千里长 今天要走出万鬼谷 至少要走一千里才行 一天走一千里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跑不出去 今天晚上就得和鬼做伴了 千里马一天才能够跑一千里 我虽然呢 又悬殊在身 可是也没有到了日行千里的境界 但是不跑不行啊 因为我看到周围密密麻麻的坟丘 头皮都有点发麻呀 规模之大 让人感到压抑 不跑才是傻叉的 这种感觉比昨天晚上还要恐怖 因为昨天晚上黑漆漆的也看不清楚 趴在坟堆上都不知道是坟墓 后半夜之所以能在坟场上坚持下来 也是因为劈了两个雷掌 震出了场面 短时间内 坟场上的气场达到了和谐状态 否则根本没法待下去的 所以 现在必须得跑步才行 即便天黑前跑不出去 那也得跑 跑一点 算一点 实在不行的 找一个坟丘稀疏一点的地方过夜 但是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即便我有悬术在身 也是心慌慌的 有一种狼奔逐突的感觉 不是我胆小啊 千里有股 坟墓累累 这种地方 如果是普通人进来 就会迷倒在里面 因为这里面阴阳失调 整个气场阴气太重 普通人进来 不晕倒才怪的 山谷里的风景 似乎还不错 不时有不知名的山花 在坟墓间点缀 但是 却感受不到 心旷神医的感觉 反而让人感到有些诡异 我是无形欣赏的 一路上向前狂奔 只求在天黑前 找个分堆少一点的地方 过上一夜 也不知道 跑了多长时间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峡谷里 比外面黑得更早 我还没有 找到一个 合适过夜的地方 正是暗暗着急 忽然 眼前一黑 一个人影 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抬头一看 挡住我路的 是一个 披头散发的女人 一脸的褶皱 正是那一位 阴森森的老婆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瑜 由慕斯维为您播讲 小子 跑那么快干嘛 老巫婆 阴森森的说道 哎 前辈啊 您怎么在这儿啊 说实话呀 我看到这个老巫婆 比见到鬼 都要害怕呀 这是我的家 我不在这儿 我待在哪儿啊 老巫婆 已经笑着说道 这 这是你的家 我听了她的话 是大吃一惊啊 心想 这里全是坟墓 哪里是她的家呀 我觉得 这个老巫婆 拔成脑子有问题 是啊 我就在这里住 你要不要去住啊 我见老巫婆 一脸的鬼 哪里敢说 跟她去住呢 连忙回答 谢谢前辈啊 我还是自己走吧 说着 绕开她 就往前跑 没跑几步 就听到背后 传了一声冷哼 回头一看呢 那个老太太 已经是无影无踪了 我硬硬觉得 有些不妙啊 心想 这老太太 不会害我吧 我今天 把她当成鬼 不小心冒犯了她 她本是 月真道场的师妹 为什么长得 这么苍老呢 月真道场看起来 不过三十多岁 完全是一个 美貌富人的形象 可是 这老太太看起来 至少得有八九十岁 反而呢 是她的师妹 要么 是玄真道场 朱颜有数 要么 就是这老太太 练了什么邪门功法 所以 才这么苍老 她那个样子 实在太吓人了 就好像是 一个死人一样 身上毫无生气 犹如行尸走肉一般 这种人 如果不是有病 那就是 有很深的邪门功夫 想到她 神经兮兮的样子 我越发担心 她会对我不利了 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我不敢 再瞎跑乱装了 我本来想 找一个坟丘 稀少一点的地方 过上一夜 可是 一路走下来 并没有找到 这样的地方 我不得不 减慢了速度 面对现实 我看了看周围 坟丘仍然是密密麻麻的 这种地方 仍然不是过夜的地方 所以 还必须得往前走 不能停留 山谷里的坟丘 实在是太多了 真正是 名副其实的万鬼谷 我本想念念 金光神咒护体 但是 转而一想呢 金光神咒一念 身上微微的 有金光发出 以我现在的修为 发出的金光 还是很微弱 不足于 震慑这些厉鬼 而且 这里是人家的地盘 俗话说 强龙不压低头舍 因为他们的气场 太过强大 我身上微弱的金光 不但压制不了 这里的恶鬼 反而会 激起他们的斗志 给自己找麻烦 于是我灵机一动 干脆 在手上画了一个鬼字符 于是念了几句咒语 这样 我就把身上的气息 给隐藏了起来 以鬼的形象出现 鬼祟们 就会把我 当成他们的同类 这样 他们就不会 恶意地攻击我了 反而呢 会安全很多 我正为自己的聪明 安安得意 不让有人 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顿时有一种 冷森森的感觉 我顿时 浑身一个机灵 回头一看 一个血淋淋的老汉 站在我的后面 住着一个木棍 一脸痛苦地看着我 后生哉 我被野猪咬了 蹦蹦蹦 把我背回家吧 我心里也静了 知道这老头不是人 可是 他居然让我背他 我怎么能背他的 因为他不是人呢 求救你 后生哉 把我背回家吧 老头爱求啊 我没有办法 只好硬着头皮 蹲了下来 把老头给背起来 这老头看起来 很是健壮 可是背起来 轻飘飘的 没有四两重 后生哉 后生哉啊 你怎么和我们不太一样 老头在我的背后 嗅了嗅鼻子 有点怀疑地问道 老人家 哪里不一样 我们都一样啊 我有点紧张地说道 你的呼吸太重 走路太小 老头说道 我一听 心里面顿时一惊了 虽然通过法术 隐藏了人的气息 但是走路和呼吸的频率 是无法改变的 于是 脸盲说道 老人家 我有牢病 力气太小 您太重了 我背不动你 累的呀 哦 原来是这样 难为你了呀 后生哉 我以为 这老头 听了我的话 肯定不让我背了 没想到 他根本没有下来的意思 我只好背着他 捏手捏脚地往前走 既不敢呼吸太重 也不敢脚步太用力 虽然说 背上的老头 没有思量重 但是走起路来 还是很憋着的 走着走着 我忽然发现 周围有很多 人来人往的 个个表情木人 穿着打扮 有长袍 有短打 走起路来 无声无息 看起来 是极为的诡异 我这才发现 我正走在一条街道上 两面都是木楼 街上熙熙攘攘 人来人往 有扛着糖葫芦 沿街叫卖的小贩 有蹦蹦跳跳的小孩 看起来 非常的热闹 我背着这个老头 混杂在其中 也没有人搭理我们 我安自庆幸啊 这是我 第一次 使用鬼字符 装鬼 没想到 还真的管用 居然把所有的鬼 都给糊弄住了 这才是真正的鬼事 机上看起来 很是热闹 其中 只有我一个是活人 走着走着 忽然有三个 衣着蓝绿 面黄肌肉的人 拦住了我们 伸出 手如竹筋一般的手指 拦着我们 打发点东西吧 我们好几天 没吃东西了 我操 居然还有脚花子 居然拦着我们 醒起 可是 怎么打发他们 我身上也没有冥币啊 正在为难 忽然听到 背后的老头 大声骂头 滚开 要饭也不长眼睛 没看到 我们都受伤了吗 哪有钱给你们 老头子 好像很凶的样子 一身的喝止 那几个叫花子鬼 居然兴兴地 让开了路 我心中安息啊 心想 背个老鬼 虽然憋屈 但是 也有好处 避免了和鬼打架啊 正安安得意呢 忽然看到 前面有个 皮头散发的女鬼 走了过来 仔细一看呢 这女鬼 不是别人 正是月清的师叔 就是 白天见到的 那个老巫婆 她的身后 还跟着一群 男男女女的鬼祟 一个个翻着一双白眼 阴沉沉地看着我 我一下子迷茫了 月清的师叔 怎么和鬼 混在一起呢 她到底是人是鬼 就在我 疑惑不解的时候 她忽然用手 向我一指说 这小子 是人 快抓住他 我一听 是大吃一惊啊 急忙把背上的老头 给扔下 转身就跑 后门 一群的鬼祟 大喊大叫地 追了上来 声音是 尖利刺耳 十分的可怕呀 我急忙 向四周一看 发现到处都是 张牙无爪的鬼祟 一时之间 我竟然不知道 该往哪里跑了 清晰之下 我忽然想起了鬼台叫 我操 真是 人极无知啊 我怎么没有 找点想起这个呢 于是急忙地 口念 居鬼舟 想坐上 鬼台叫逃跑 谁知道 我一遍咒语念完 居然没有一个小鬼 来给我当教夫 居鬼舟 在这种地方 居然 不灵了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渔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我大吃一惊 忽然意识到 这里比较特殊 这是一个独立的鬼 他们不再是孤魂野鬼 而是有区域属性的 在这里 他们就是主人 不是居鬼舟不灵了 而是这里的鬼 不听使唤 外地的孤魂野鬼 也不敢进来 所以我的居鬼舟 发挥不了作用 装鬼是装不下去了 想逃又逃不了 看着黑压压的鬼魂 张牙舞爪的 从四面八方向我冲了过来 似乎要把我给生吞活泼 惊急之下 我只好手抓雷嚼 对天的虚空劈了一场 大声喝到 武器朝远 雷霆护法 只听得呼噜一声巨响 一道晴天霹雳 在空中乍响 那些个张牙舞爪的鬼魂 被雷霆之威震得是烟消云散 我无意伤害这些冤魂 所以只是对天虚空劈了一场 整个山谷里面顿时安静了下来 那是鸦雀无声 再厉害的恶鬼 也怕雷火扬定 雷掌一出 立即震出了局势 周围是初期的安静 连老妖婆也没有了动静 正在我看到疑惑的时候 忽然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 快走 小师父 我还没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两只手的胳膊已经被人夹了起来 紧接着身体离地而起 向空中飞去 我仔细一看 才发现是小红还有小娟 小红小娟 怎么是你们呢 我是又惊又喜啊 这里太凶了 如果不是你刚才发了雷掌 遮住那些恶鬼 我们还不敢出来 快走 等会儿老太太醒过神来 咱们就走不了了 我意识到此地是不宜救了 虽然说山谷中的鬼魂 被我给阵住了 可是那老巫婆绝对不好对付 只好任由小红还有小娟 夹着我的胳膊在空中飞奔 按理说五鬼抬轿不一定非要是五个鬼 两个鬼也可以把人拖走 之所以举五个小鬼 是因为可以促成奇数 因为奇数为阳 欧数为阴 也就是说单数为阳 利于人来控制鬼 小鬼不至于在半路上反噬 把人呢从空中给扔下来 双数为阴 利于鬼 鬼的能量就会比人强大 这就形成了七主的现象 如果用双数的鬼抬轿 小鬼容易害人 这样的鬼抬轿就非常危险 所以这是一个使用无鬼抬轿的大机会 但是我现在拘不来其他的鬼魂了 只有小红和小军冒险来帮我 他们拖着我在空中飞跑 后面传来 劳太婆阴冷的笑声 小子 你真是不怕死 勉强拘了两个女鬼 你也敢用鬼抬轿 不怕他们拴死你 老太婆哪里知道 小红和小军是我养的鬼 她还以为是我拘的小鬼 所以一阵的音效之后 居然没有追我 因为在她看来 使用两个小鬼抬轿 纯粹是找死 不追也罢了 我只听得耳边呼呼风响 就感觉自己在空中跑一样 这呢 有别于一般的鬼抬轿 因为小红和小军 一人架着围着胳膊 直立在空中飞行的 就好像是驾云一样 只不过是被两个女鬼拖着飞跑 平时里的鬼抬轿 是五个小鬼抬一个人 七手八脚的 把人抬起来走的 人就好像是 停尸一样躺在空中飞行 看起来是非常吓人 也不知道在空中跑了多久 我忽然感到身子一晃 已经来到了地面上 我一看 自己站在一条偏僻的公路里 你们怎么把我放到这了 我疑惑的问道 小师傅 你太重了 累死我们了 小红和小军 谈坐在地上 气喘吁吁的说道 哎 两位姐姐 辛苦辛苦 这儿是什么地方呀 我有点不好意思的向他们问道 这是金水社的郊区 幸亏的老妖婆没有追上来 我们累得实在是走不动了 我灵蒙从怀中掏出魂屏 两位姐姐 谢谢了 请两位姐姐回去休息 我自己走回去就行了 小师傅 我们一个星期都不会出来 实在是太累了 说完了 疲惫不堪的小红和小绝呢 就化成了两股青烟 钻入魂屏 我把魂屏 重新放进了怀里 然后 沿着公路走了一阵 才发现 有一个出自车 我急忙 冲他招手 可是司机 看了我一眼 不但没停下来 反而是加速离开了 或许是司机把我当成了坏人 不敢停留 这已经不是半夜三更了 而是在五更头上 这个时候出现在偏僻路边的人 确实是有些诡异 我只好步行向城里走 走到有人的地方 打了一辆车子 回到了朱雀大街 打开药铺 关上门 我一觉就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十二点钟了 我爹已经开始打开药店做生意 只要是我不在药店的时候 他就会自动的出现在药店里面顶班的 看来他还挺关心这个药店的 你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隔壁的老江天天来找你 你不会欠了人家钱吧 老爹是黑着老脸说道 爹 你放心吧 你以为我和你一样 有事没事就喜欢抠麻将 我给你的钱 没说完吧 我反客为主 倒打一耙 我爹愣了一下子 儿子 我抠麻将是耽误了你的前程 你也不能老拿这事说事 知道多少年了 你还忘不了 我现在已经不打麻将 改下象棋了 我和我爹正在说话 老江头又过来 见我回来之后 是又惊又喜 连忙拉着我的手说 哎呀 小老弟呀 你可回来了 这几天可把我给担心坏了 我还以为 我一看呢 这老头要说漏嘴了 急忙的给他使个眼色 江老头立刻扎住话头说 哎 走走走 上我那儿喝茶去 到了这 江老头的铺子 我刚刚坐下 江老头就是一脸惊异地说呀 小老弟 我还以为你出了事呢 哎 我能出什么事啊 我微微一笑 江老头疑惑地看着我说 没出事 你真的没出事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难道你看到什么了 我摊开双手向江老头展示 江老头说 不对 那天晚上我们分手之后 我就觉得不对 因为那件事情前车得太复杂了 咱们不能躺那趟浑水 提心吊胆地一个晚上都没睡着 第二天早晨我等着你下山 结果等了半天也见不着你下去 我觉得不对劲呢 就给你打了个电话 结果电话也没人接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就上山去找你 到了那乔清风祖坟上一看 我的妈呀 当时把我给吓了一跳啊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浅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听了江老头的话呢 我也是吃了一惊啊 心想难道这些人渣都挂了 于是故意装糊涂说 哦 你看到什么了呀 江老头压低声音说 我看到 乔市长领着一帮人 跪在他祖宗的坟前 冯老板也跟着他们一起跪着 他们的身后还跪了一大群人 这群人一看就不是闪茬 身上不是温虎 就是刺龙 那架势就好像电视里面演的那香港黑社会一样 奇怪的是 他们跪在那儿一动不动的 祖坟也被刨得乱七八糟 我在旁边偷偷看了几分钟 觉得不对 于是就悄悄溜了 回到家里之后 这心里面一直是七上八下呀 老担心你要出事 现在看到你没事 我也就放心了呀 我听了江老头的话是笑而不语 江老头见我神色鬼秘 就凑过来小声说道 小老弟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啥事 为啥那些人老跪着 是啥意思呀 江师傅 天机不可泄露 不过 剩下的钱也别要了 剩下的钱不要了 好好好 不要了 不要了 江老头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 他大概是看到了 乔市长背后的黑社会 哪里还敢要钱呢 我跟江老头闲聊了一阵子 就回到了自己店里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 我忽然看到报纸上出现了一条新闻 新港市副市长乔清风 涉嫌严重违纪 已经被停止调查 端端的一行字 里面却蕴含了巨大的信息量 根据我对官方通报的理解 内容字数越少的字呢 问题就越是严重 我看到这条新闻 打算找江老头聊天 没想到江老头不在 第二天一大早 江老头就来找我聊天了 他一进我的铺子 就神秘兮兮的说 乔市长倒了 你知道吗 哦 我昨天看过新闻报纸了 你知道他是怎么倒的 我摇了摇头啊 乔清风在官场上名声不错 干了那么多损害民心的事情 这么多年都没有事情 为什么会一下子倒呢 江老头见我一脸的疑惑 就是小声的说道 昨天我孙子去看我 跟我八卦了这件事 他们警察内部得到消息 说乔市长带着那帮黑社会 跪在祖坟面前 整整三天没懂一下 第四天 把祖坟重新陪土 大肆祭拜 有人看到他们行为古怪 偷偷拍了照片 把事给捅出去了 一个副市长 带着一帮子 刺青寡菜的社会人员 大搞封建迷信 居然在祖坟面前 跪了三天 这样的照片传的满网络都是 一下子刺激了网民的神经啊 引起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结果这事过去一个星期 乔清风很快就被停止调查 连冯老二都给抓进去了 我听了江老头的话 顿时也愣啊 忽然明白了玄岳教主的用意 他们的独门武器 月光刃确实是可以杀人于无形 但是他并不想直接杀了那一帮人渣 而是故意利用这些人 贪生怕死的弱点来吓唬他们 说是一动就会五脏俱碎 性命不保 是不是真的会五脏俱碎 连我都感到怀疑 但是最终的目的 是迫使他们跪在那里 三天呢都不能动一下 直到被曝光 我暗暗地佩服月针道长的手段 又是感到有些遗憾 像乔清风这样的人物 应该是根脉很深的人 既然把他送进监狱 根据现行的法律 也判不了死刑 等于是他最终能够逃过一劫 但是事实的发展并不是我想的那样 乔清风被抓之后 好几个和他有来往的富商 也受到了调查 和他交往最深的冯老二 已经被逮捕 因为那几个社会渣子 全是冯老二养的人 不是有案底的劳改犯 就是涉嫌杀人的流窜犯 全部都是有黑社会背景的 三个月后 乔清风因为严重违纪 滥用职权 被判处 有击徒刑十年 冯老二 网络社会险散人员 造成了多起伤残案件 并且涉嫌杀人 因为呢 官方疑虑把有黑社会背景的人 称为是社会闲散人员 所以这个案子比较严重 冯老二被判了撕缓 这个结果跟我的预料没有多大出入 判决新闻通报之后 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丝遗憾 虽然恶人伏法了 都觉得应该处死他们才能过瘾 我也带着一丝的遗憾 不再关注这件事情了 没想到乔清风复兴不到一个月 忽然死于心脏病 冯老二在监狱检查处肝癌 没过多久被批准保外就医 我本以为他可以逍遥法外 没想到三个月后还是死于了疾病 也许他们是死于天意 但是我更愿意相信 他们是死于玄月道上的刀斧 当然了 这些都是后话 我回到药店之后 我爹就不露面了 我只好在药店里面混日子 没过几天 江老头一脸紧张地告诉我 老金的严寿服是真的能够严寿的 哼 又开始扯淡了 我看着报纸连头都没抬一下 因为根本就不相信老金有这个能力 老金有些法术 这是真的 但是他的本领还没有大到能够帮人严寿的地步 即便是有这个能力 也不过是偶尔帮一下不该死的人延长寿命 因为这些人本来就不该死 或者生命的人积攒有福德 他只不过是帮人做一下法术 避一下灾难而已 因为这并不算是有为天道 但是这种现象只是极少数的 他的严寿服都当作商品卖了 这怎么可能呢 江老头见我不信 一脸认真地说 是真的 我一位老板都死了三天了 因为喝了他的浮水 又活了 死了三天 死了三天 为什么不火焕 我觉得这事有点诡异啊 因为没有立遗嘱啊 没立遗嘱 是啊 因为他正大着麻将呢 忽然往桌子底下一倒就没气了 身家上百亿的 这老板活着的时候 一本正经的 没想到死了以后 二奶三奶四奶 都带着孩子上门来分家去 也不知道这老板是怎么整的 还挺有点手段 这些个女人跟他都有结婚证 都属于是合法的夫妻 生下的子女都有继承财产的权利 把原配都给搞傻眼了 因为呢 没有立遗嘱 这家产不好分 只能是先停灵 然后解决遗产的问题 结果一群女人吵了三天 也没办法解决 听说又卖严寿服的 能起死回生 几个女人一想 这人不能死啊 只有她活过来 才能解决这遗产的问题 于是也顾博的真假 只能是死马当成活马医 找到这老金来解决问题 不过 这老金涨价了 原先两百万的严寿服 现在要卖一千万 如果救不活 分文不取 这种事情 他们当然会答应 反正没有损失 结果 老金去了 一倒敷水 就把那人给灌过来了 还真他妈的 能起死回生 你说 这事 邪门 不邪门啊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瑜 由穆斯维 为您播讲 我听着江老头的话呢 微微一惊 一个死了三天的人 竟然被一道敷水 给灌了回来 这事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啊 这个人 是假死吧 可能是 灵魂出油 老金八成 是走了一个 毛狗子运 帮他收了个魂而已 并不是什么 严寿服的敷水 发生了作用吧 我推断说道 江老头说 刚开始 我和您也是一样的想法 这种假死的人呢 我原先也听说过 因为某种原因 灵魂出油 忘记回来 但是 他这个情况不一样 这位老板醒过来之后 对他死去的记忆 还很清楚 他说 他和几位老板 打麻将的时候 忽然看到两个 轻面獠牙的鬼族闯了进来 二话不说 就用铁链 往他头上一套 拖起来就走 他觉得 头一晕 然后 就好像喝醉酒一样 晕晕乎乎的 就跟着两个鬼族走了 说是 走在一条阴暗的河边上 天上 灰蒙蒙的 好像是阴天 喝很长 永远走 也走不到头一样 后来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鬼族就把他给放了 他就醒了 这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三天 难道 他是被鬼族给抓走了 是牛头马面吗 我听了 金老头的话 觉得非常好奇 因为 银柴抓生魂 那可不是乱抓的 必须得是 牛头马面 或者是黑白无常来勾魂的 金老头 摇了摇头说 这个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我也是听一位老板说的 他和那位老板挺熟悉 这 应该不会有假呀 这就奇怪了 如果真的是 鬼族抓生魂 除非是抓错了 否则不会放的 难道 他被抓错了 我一脸疑惑的说道 这事还真不好说 但愿是抓错了 如果老金有这个能力 就太可怕了 你想想啊 那不成了 他想让谁死 就让谁死 想让谁活 就让人活 哼 那不可能 老金如果有那个本事 他就不会在鬼市开门市了 他应该啊 去当阎王 估计真的是阴差 给抓错了 老金捡了个死耗子 发了一笔横财 呃 我在打听打听 这事还挺严重的 我和他斗了 怎么长时间的法 可别让他找阴差 把我给抓了呀 江老头是真的有点害怕了 我一听就笑了呀 哼 他如果要抓你 早就把你抓了 怎么可能等到今天呢 江老头想了想 扑齿一笑啊 哎 也是 前面豆法 让他吃了几次别亏 他真是 要有知识鬼差的能力 恐怕早就对付我了 不过 话说到这里 我和江老头 都觉得那位老板的死而复生 应该是一次意外 跟老金的严寿福 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我和江老头 有意无意的开始注意 对面的老金 因为玄术这东西 有真有假 扣这个吃饭的术士 只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绝对不会因为钱财 去做违背道义的事情 因为这个会遭守天欠 失去的将比得到的更加的多 这是用金钱 无法衡量的 所以 给再多的钱 也不会去做 我想老金 还没有傻到 连这个账 都算不清的地步吧 但是 我对老金 始终了解的太少 他的店铺 距离我的店铺 大约有 一百来米 可是 我却很少见他 这个人 不但不窜门子 而且身居简出 所以 直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 这个老金 是何须人物 按理说 这老金 赚了一千万 在朱雀大街的鬼市 算是 拔了一个大头彩 应该是要 请客才对的 但是 他不但没有请客 就好像是 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样 其他几家 搞悬术的铺子 根本不知道 他赚了一千万 因为 这消息最先 是江老头知道 他自然 不会替对方 去做宣传 而是 悄悄地闷在了心里 因为他明白 这事 一旦宣扬出去 老金马上 会盖住他的风头 以后 这鬼市算命市场 就是老金的天下 哪里还有他 江老头的事呢 但是 没过几天 鬼市几家算命的 都知道了这件事 老金居然是 能够让人 起死回生 干净利索地 赚了一千万 这可是 鬼市算命市场 前所未有的事情 经过这几家算命先生的 田油家族的一说 就成了鬼市的传奇了 大家伙都对老金 佩服的是五体投利 纷纷地去拜老金的码头 转眼间呢 江老头在鬼市算命市场的 老大地位就已经一主了 老金成了老大 江老头只能退居老二了 没有拜老金码头的 只有瞎老王和江老头 尽管这两个人都不佛气 鬼市确实 早已经给他们排好了名字 老金无疑是老大 江老头区区第二 老三就是瞎老王 呸 瞎猫见了个死老鼠 这些没有见识的东西 真把他当神了 江老头对着对面 老金的铺子 吐了一口痰 愤愤不平地说道 我知道这江老头不服啊 但是一时半会儿 想夺回老大的位置 那是不可能了 不管老金 是不是狭毛捡了死耗子 但是这事儿 毕竟是很有轰动效应 古人呢 没有几天 老金的生意 是一天比一天好 问事的 算命的 求富贵 求长生 门口要排队预约 那才行的 整个算命市场的生意 比以往要多了一倍 不过 这些人都是听了外面的传说 慕名而来 除了找老金 不会找其他人 江老头他们没有生意 老金的生意 却是多得忙不过来 于是就设定了价格限制 谁出的钱多呢 谁排在前面 只接待那些有钱的老板 那些普通的生意人 就没有机会去找老金了 就成了江老头和瞎老王的生意 老金的名声大噪之后 不仅自己生意好了 甚至带动了整个市场的生意 连江老头和瞎老王都跟着沾光 两人的怨言也就少了 反而对老金的能力渐渐认可 不管怎么说 老金能为大家忽悠来生意 这就是好事 但是我却对老金越来越感兴趣了 平心而论 老金呢 是有些道行 但是究竟有多深的道行 我现在还没有试出来 所以没事的时候 我就把躺椅搬在药店门口 躺在翘翘椅上 暗暗地观察着老金的铺子 我发现老金在门口摆了一张桌子 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人 替他接待顾客 为客户是排好鱼 可能呢 是老金的生意上了之后 专门请了一个助手 由于顾客比较多 视线受到阻挡 我没有看到那个助手长什么样子 直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客户才少了一些 我扫了一眼对面 发现那个助手竟然是个兽猴 看起来有几分眼熟 仔细一看 杜永确实大吃一惊啊 原来那个兽猴竟然是赵柳娃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浅水鱼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赵柳娃 我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又仔细的再看一眼 的确是赵柳娃 但是我发现他拐拉着一只手 好像是残废的 这让我更加确定了 他就是赵柳娃的 因为上次和蔡柳到隐秘部落 抢夺所谓的田药盘 被望马子的栓心煞给打上了胳膊 看样子 他的胳膊已经飞了 赵柳娃怎么会和老金在一起呢 我这心里面是咯噔了一下 这个老金是什么人 难道是地府派的人吗 如果老金是地府派的人 他卖的严寿服就可以理解了 因为蔡柳 窗里的地府派的确和地府有瓜葛 而蔡柳又是伙伴子世家 历代为阴曹地府当阴柴的 我越想越觉得这中间有问题 难道蔡家利用当阴差的职务之便 勾结个别的鬼族 绑架爆发户的生魂 如果是这样的话 所谓的严寿服只不过是个幌子 真相可能是蔡家勾结鬼族 绑架夫人生魂 然后用严寿服的名义 收回赎金 等夫人付出高昂价格 买了严寿服之后 再把他们的生魂给放回来 当然这些有过死亡经历的爆发户 是不可能知道其中猫腻的 还以为自己的寿命到了 使严寿服延长了他们的寿命 我没想到地府派竟然会用如此的手段 来赚钱敛财啊 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不过绑架夫人的生魂倒也不关我什么事 一些夫人也太不像话了 钱财太多了就开始胡搞瞎搞 不知道积德行善 反而呢会危害社会 这些人被勒索一次也是无伤大雅 想到这里 我就懒得再管这些闲淡的小事了 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 我并不能确定 地府派是不是在绑架夫人生魂 仅从这一例起死回生的事件 来猜测他们绑架生魂 理由呢并不够充分 毕竟是不是绑架生魂还有待观察 让我不解的是 地府派为什么要不惜各种的手段来敛财呢 作为一个悬门门牌 敛这么多财富要干什么呢 因为悬术修炼到一定的层次 根本不需要去敛财的 因为较高的精神能力会获得俗世的尊重 从而得到俗世一些富人的供养 并不需要刻意赚取他们的钱财 我并不想惊动他们 只是暗暗的观察 我知道每一个悬门宗派都有自己的秘密 还有存世之道 而严寿府是不是地府的秘密呢 我并不知道 从我和师叔破了地府派的赌场和酒吧之后 他们在俗世的存在就销声匿迹了 鬼市的这一家新开的算命铺子 应该呢是他们重新付出了 和以往相比店铺小了 但是生意却大了 也许是老金名声大噪 生意太好 根本没有时间和江老头斗法了 而江老头呢 也可以分一些老金看不上眼的小生意 总之鬼市算命市场的生意被老金给带动了起来 而老金和老江也没有再斗法下去了 其实他们两个斗不斗法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我本来是想通过暗中的斗法逼出老金的身份 现在看来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 因为赵刘娃的忽然出现 老金的身份也要渐渐的浮出水面了 他不是地府派的人 就是和地府派有密切的来往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我除了暗暗观察老金的铺子之外 那就是加强练功 我的生活变得非常的简单 以至于简单的只有两个目标 一是要夺回自己的灵魂 二是要寻找天药盘 这两个目标都需要不断的自我修炼 把自己的能力提高到一定的境界才可能实现 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说 不能够保护自己的灵魂是一种耻辱 地府派把垫子开到我的对面 使我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似乎在无时不刻的提醒我 我的灵魂还扣押在他们的手里 人有三魂 分为天魂 地魂命魂 幸好被蔡柳女儿抓走的正是我的地魂 如果是抓了我的命魂 我早就性命不保了 因为三魂之中只有命魂不能离开身体 天地二魂是可以经常离开身体的 只要呢 不被人控制 并不妨碍身体 如果被人控制 那就麻烦了 不幸的是 我的地魂 恰恰被蔡柳女儿给控制了 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之后 我的元神强大了很多 我想我需要再次尝试一次 用我的元神 召回我的地魂了 天黑之后 我早早地关上殿门 盘腿而坐 五心向天 收拾反听之后 就进入了 勿我两望的状态 我内视反听 使自己心神合一 内视神光 幻育于缺 而反听庙 孕育穷台 心存灵宝 天尊余上 开始尝试 用元神 召唤地魂自动归位 我的元神 发出一波 又一波的回光 很快地感应到了地魂 它犹如一只烛光 被放在一个透明的瓶子里 在漆黑遥远的隧道中 发着回光 它就好像是离家很久的孩子 也有着强烈回归的愿望 收到元神召唤之后 那一盏烛光的火焰 剧烈地跳跃起来 元神召唤的力量 越来越大 那只烛光的火焰 跳跃的是越来越激烈 似乎要冲出 那个透明的瓶子 使整个隧道 变得忽明忽暗 显然呢 我的地魂受到了禁锢 它正在试图 努力地冲开 那个魂瓶 对它的禁锢 这时候 一个黑影走了过来 是一个女孩 长长的皮肩发 其余的 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 我却一眼就认了出来 她就是 菜六的女儿 也是我 心目中的女神 可是 她却向那个魂瓶 伸出了手掌 一束 淡蓝色的光 照在魂瓶之上 剧烈跳动的烛光 慢慢平静了下来 看来 她又加固了 对魂瓶的舒服了 你爹已经没事了 你为什么还要 禁锢我的灵魂 我愤怒地 冲她吼道 我用雷掌 打伤了她的福气 她拿走了 我的灵魂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并不怨恨她 可是现在 她爹已经没事了 我想她 应该放了我的身魂 才对 但是 她却没有搭理我 只是 在幽深的黑暗中 看了我一眼 然后 就转身离开了 很快 她的背影 消失在了黑暗中 她的沉默 激怒了我 我不顾一切地 向那个隧道里 赶了过去 我要夺回我的灵魂 人在愤怒的时候 也容易产生 强大的能量 我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出现在 幽深的通道里 一下子 挡在她的面前 站住 把我的灵魂 还给我 本集故事 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 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